把中国的发达发展目标定为进入高收入社会是西方的一个陷阱 是希望中国像他一样,然后就不干活了 所以讲那个高收入的优势是不存在的 照我的计算呢,我在中国如果我一个月有两千块钱这个工资 美国还不到这个一千美元,我活的比在美国有三千美元还要舒服得多 所以美国现在在水深火热里面,你明白吗?非常简单,美国没有公共交通 所以中国人像包括现在,我相信清华和北大洋很多年轻的老师进来了 房子买不起出的很远,绝对不是三环之内,对不对? 五环以外,坐了地铁过来上班 你在美国没有地铁,怎么办?开汽车 开汽车你得花多少钱?保险什么东西全部算起来 所以美国现在才叫水深火热里面 明天叫水深火热里面